社宅的入口從這邊進來 總統蔡英文二十一號 前往台東視察 海濱好市社會住宅建築基地 蔡總統難得停下腳步 和當地媒體大聊 台東房價 你們都是在地的媒體嗎 是的 你們覺得需求怎麼樣 需要很大 還需要 因為房價漲太多了 太多了 太貴了 我們都要養很多小孩 我們都要一起房子 這有三房的唷 台東新社宅初步規劃 兩棟十層樓高 內政部斥資八億多新建 渴望提供三百多戶 希望能減輕台東縣民的住房壓力 承諾要多幹一點 因為東部社宅需求大 但供不應求 目前全台既有 加上新建規劃中的社會住宅 總計有十二萬五百八十九戶 東部地區宜蘭規劃中的 只有四百四十五戶 花蓮新建中一百二十六戶 規劃中有四百二十五戶 台東縣最少既有的 只有四十三戶 加上新建與規劃中的 也只有三百三十六戶 台東這種透天的話 幾乎都快兩千萬 那像一些公寓 以前我們停留在公寓 可能大約 新的公寓可能四五百萬 現在甚至都有一千多萬的公寓 這幾年因為疫情的關係 原則上是外縣市的感覺居多 受到疫情影響 原物料高漲連帶影響房價 加上近年有許多外地投資客 鎖定台東好山好水 因此房價高居不下 總統承諾要廣見設宅 為的就是要讓年輕人 不要再煩惱居住問題 近新聞王晨霖 蔡慶寅 洪偉濤採訪報導